哈囉各位觀眾 我現在人在台南的這個海岸路上 會出現在這邊 主要是因為這邊有一台 交友販賣機 然後我想說來偷偷看 看能不能夠 交到很厲害的油 它就是選物販賣機啦 然後它分成很多個集聚 然後它最貴的有 所以交友是有分等級的 你看它有寫價格 然後會貼那個照片的組合 也就是說 你花錢 然後裡面的袋子 除了會有它提供的禮物之外 還會有它聯絡方式 所以這個是990 590 390 290 290 最便宜的是190 好啦 那我們今天 我本來想要清台 可是錢帶的 因為全部清台大概要4000多塊 所以我決定就是 每一個價錢的都 每個集聚的都各買一個 然後看裡面放什麼好不好 來 開抽 接下來呢 我就一一的把這些人都加LINE 然後看能不能夠 把他們約出來 好各位我們從下午加了LINE 然後五個 有些回我一點點 然後有些比較聊得比較熱絡 終於有一位願意跟我見面 她是我花了290的那位女生 所以我們約在一個公共場合 就是前面的那個85度 她叫做小倩 直接過去問好 妳好請問妳是小倩嗎 對 妳好妳好我是Jourman 妳好 這個Jourman經理是看到嗎 是不是透霸 還是他們有 沒有就是那是我朋友 就是 他們朋友的 其實我不太知道 因為他們那時候說 可能要留一下聯絡方式 然後就是 對就留一下LINE 這樣子 那妳有這樣子的 認識到什麼厲害的男生 所以還OK 對 對啊 現在準備是第一個約妳出來 幫妳約出來 喔對對對 妳也是我們今天第一個約出來 禮物跟卡真的是妳寫的 嗯 好了我就是 只是想要確認說 我們真的約夫妹 那我們現在已經約到一個了 看有沒有機會 再約到下一個 好不好謝謝小倩 謝謝 謝謝 然後我們約到另外一位 是當初花390買到的 Wendy 對然後Wendy是 好像是大學生 然後她已經在我旁邊的 跟她說一下Hello Hello Wendy 嗨 對對對然後 不過Wendy也不方便露臉啊 那Wendy妳是 方便講是大幾個學生 大師 大師 喔所以她要畢業了 那妳為什麼 所以妳也是那個販賣機 老闆的朋友嗎 還是妳是自己去應徵的 朋友 喔朋友 對對對 所以妳為什麼願意出來 因為我就想說 還蠻酷的 喔還蠻酷的 好好好 我就想太多了 呵呵 有認識到別的男生嗎 目前妳是第二個 買到我東西的人 呵呵呵 對 那第一個有跟你聊天嗎 有她有問一些就是 呃 怎麼會想要賣這個啊 之類的這樣子 對對對 沒有約見面 沒有 那如果別的男生約妳 會考慮跟他見面 嗯 會 因為我覺得妳是有講迷 你的目的 對 所以我可以接受 所以只要講清楚 妳會覺得比較安全 對 呵呵 好啦那謝謝Wendy 謝謝 掰掰 好的各位 那接下來呢 我聯絡到的是 就是我花990塊聯絡到的 然後他叫做Apple 然後我跟他聊了一下 他說他可以跟我見面 可是他人在苗栗 然後我人現在在台南 太遠 苗栗 那我們最後折衷的方式就是 我現在打一個私訊電話給他 證明說有這個人 然後是女生 但是他也不願意露臉 好像他們都蠻害羞的 所以 欸來了來了 哈囉 你好我是九妹 哈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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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我是機車啦 欸在機車喔 欸我想問一下 所以妳是 因為我剛剛有遇到另外一個 他說是 他是那個老闆的好朋友 所以才幫忙 所以妳也是 還是妳自己去投稿 沒有欸 我是 我是經理投稿的人 因為妳是我買的價格最貴的 所以那個價格是妳自己訂 還是老闆幫妳訂的 我老闆訂的 喔所以妳也不知道 會不會訂到990 對啊 對 那我可以偷問 我可以偷問990 你可以拿頭上 其實我還不知道欸 妳也不知道 所以妳其實只是覺得好玩 妳也不是說真的要賺錢或幹嘛 對 那除了我之外 妳還有認識別的男生嗎 沒有沒有 所以我是 我不是剛放上去就被妳 喔妳才剛放上去 那妳還會有第二份放上去嗎 應該不會吧 喔是 Only one 就被我買中 我可以問一下妳是什麼職業嗎 好奇 呃 秘書 喔秘書 對對對 那妳慢慢騎車喔 小心喔 好的 晚安晚安 拜拜 晚安 拜拜 好了各位 那我們找到我們今天的最後一個 約出來的妹妹了 哈囉妳好 嗨妳好 妳是這個售價590 妳好像都不知道自己的售價對不對 不知道啊 對啊 那妳怎麼稱呼 我叫喬之 喬之 那喬之妳是台南人 然後在台北工作 對 啊是可以方便問是什麼行業嗎 服務業 服務業 那妳為什麼會就是投稿那個 交友販賣機 是老闆的朋友 沒有就是因為 身邊的朋友啊 然後都有玩 然後想說 喔身邊朋友都有玩 對然後想說 賣別的東西真的是蠻多的 然後想說 找一個機會就是把它買掉 我買到妳的那個是什麼 594 買到老的提帶 喔提帶 提帶是我最喜歡的耶 真的真的 那個是麥當勞的嗎 就是一個薯條的提帶 很可愛 很可愛 我覺得挺實用的 因為其他人都是要上馬來西亞克 所以只有妳被看到 所以妳是真的 那好啦 我就不要再燒妳太久 謝謝喬之 謝謝 正妹掰掰 以上就是這次挑戰交友販賣機 到底能不能夠把妹約出來的成果 我總共買了5個 然後呢 順利的約出來了3個 然後有一個是視訊 最後有一個190的沒有約出來 因為我跟他聊了幾次之後 他是直接的玩具我說 不方便以任何形式露臉 不管是視訊啊 見面或是怎麼樣 他都不方便 所以5個裡面有看到4個 我覺得成功率還算高啦 剛剛在擺槍那個長得蠻正的 所以其實還不錯 有正妹的那個機率 另外幾個其實也蠻可愛的 只是他們比較害羞 覺得就最後馬賽克 不過來講一下結論 到底推不推薦這樣子的交友形式 我覺得 沒有很推薦 因為買到的東西我自己覺得 還好而已 這個男女互動的過程當中 其實我個人是贊成 就是花一點錢去連影 我覺得很OK 可是 在交友販賣機的互動過程當中 我覺得算是比較普通的 他沒有到特別浪漫 或是特別有趣 因為收到的禮物本身 也不是很特別的東西 所以我覺得他可能只會是一陣子啦 大家有興趣可以試試看 但不要像我一樣一次買到那麼多 可能就買一兩個 試試看有沒有緣分